很多人问我新手刚买到板子该如何去练习和起步呢 那我就把我一个在小白阶段用到的一个非常有效的进步方法分享给大家 可以练习你手和这个笔的手练程度 还有画线条的流畅度 就是我们在网上找一些优秀的线条作品 然后导入到这个软件中 然后在上面新建图层 把优秀的线条作品的透明度降低 我们降低透明度过后会发现这个线稿的颜色会变成灰色 然后用黑色的线稿笔在这个新建的图层上 描摹人家的这个优秀线稿 描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线条一定要干净利落一笔合成 这个是练习我们的一个线条准确性 就是你画的那一笔能不能跟别人的一笔是统一的 并且去学习人家的粗细变化 线条的这个走向变化 通过日积月累的这种练习方法 其实你的线条的流畅度和粗细变化 都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 那我们在练习达到一个阶段 就是画线条不抖画线条很顺 然后手也很熟练的程度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另一个阶段也就是概括阶段 给你一张照片 你怎么通过这个照片去提取出一个线稿 那这个就是运用到你前面练习线稿 你不是把线条练得很熟练吗 怎么用你练习到的熟练的线条 去提取出这种好看的线稿 并且给它上色 这种一步步的练习 其实很锻炼人的线条概括性 还有上色能力 那我们这次的直播团练课 也是教大家如何一步步的 把手上的素材提取出很好看的线稿 然后再进行上色 上色的搭配以及运用 无论是喜欢这种画风的 想跟着一起学习 还是想通过这次课程去练好线稿 学会上色的宝贝 都是可以考虑入手的 等你一起来上课哟